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我身處在色尼酒店 昨天我去超級市場買了很多東西 想和大家來一個訪問 因為很多這些盒裝的行李不夠位置放 應該會拆盒 所以我就想在色尼這裡先拍 而不是回到香港才拍 話說我去超級市場那一天 就有一個朋友跟我一起去 其實他就在澳洲讀書 然後再移民過來 都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 所以他跟我一起走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在地人的推介 是要這樣介紹給我 買一下買一下就買到整床都去了 我原本都是想著有少少東西買的 這樣一買就買了差不多七百港幣 所以我今天這條影片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除了遊客之外 在地澳洲人他們會推薦什麼的超級市場單品 如果你都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先說這支 因為這支是不會帶回香港的 其實去到澳洲、紐西蘭這些地方 都是很多牛牛的地方 它的牛奶是超級出名的 我朋友就說他自己喝開這隻牌子 它那種牛奶的香濃味 是不是酥味來的 真的很好喝 很rich的感覺 而且在澳洲買牛奶 這麼大支也不是貴的 約三元澳元左右 所以你們都可以買來當早餐的時候喝的 然後就順便說一堆雪櫃的東西 這一款是我自己私心想買的 因為之前有人請過我吃 不過是英國品牌 都是這一類型的 有herb、有garlick的芝士 是超級好吃的 大家如果去到英國看到這些 有香草在旁邊的芝士 有個名叫herb&garlick 不妨一試 如果你是芝士 就超級正 然後這一款是我自己上網看到的 我覺得它超級搞笑 它是一條芝士 可以撕到一梳梳出來的 我的相片是開來吃的 不如我開一個吧 裡面的包裝就是這樣一條條的 我第一次撕撕都有點噁心 它真的可以做到這些一梳一梳的效果 所以這樣一條一條 這麼小的吃 我待會再去超級市場 多掃兩盒 然後我就買了兩盒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隻halumi的羊奶芝士 我買這個牌子 我記得是因為它是最便宜的 某一次我弟弟帶了我去香港 某一間的IQ餐廳 然後就吃了這些煎的羊奶芝士 真的不吃油脂很久 一吃就上癮 我很喜歡它那種鹹鹹香香的味 是很好吃的 在香港比較貴的超級市場 都可以買的 但一定不會有澳洲那麼便宜的 所以我就在澳洲那裡帶手入了兩間 然後就有這四盒的Red Rock薯片 如果大家來到澳洲旅行 應該對Red Rock的薯片 完全不會陌生的了 它在澳洲本身是一個很受歡迎的薯片 然後也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手信 我朋友就超級推介這個honey soy chicken的味道 他說澳洲人本身都很喜歡 而且都是綁手第一的 這裡一盒我開出來 因為都要拆一盒 就會有五包這些小包的薯片 所以回去用來自己吃也好 做手信也好都非常適合 然後Red Rock還有另一個系列 他們就叫做Denus Crips 這包的味道就是PARMASAN CHEESE 和黑松露油 有芝士和黑松露這兩個元素 打孖一起買來試 我朋友就說這個系列比較新出 所以我就很有興趣 然後身為一個芝士迷 看到這個樣子很像那些Macaroni 我就買了 它是cheddar cheese的味道 然後這麼大包裡面也是有五包小的 到時候會拆袋 入行李箱就很方便了 然後經我的朋友熱烈推介 這個品牌和這個厚味的餅 還是都是薯片來的呢 他說是超好吃 它是一個米餅 所以我就買了三盒 我真的完全好像祈福檔一樣 我每次都掃進去那個車 回到來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買了這麼多的 然後我上網做資料搜集 就說這個點芝士的餅 是一定要買來吃的 而且你在澳洲買東西 經常都會看到這些標誌 說它是用真的芝士 真的牛奶 那些東西來做 真的會有那種買得安心 吃得放心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就一直放在購物車上 好 然後還有這一款 也是熱門的手信 但是我朋友就介紹一定要買 Dark Hazelnut這個口味 因為澳洲最出名的手信 叫做Tim Tam 那個我真的完全吃不到 我八年前來澳洲的時候買過 然後吃真的很甜 我發現澳洲人可以吃甜的程度 是跟螞蟻一樣的 但是我朋友也有一點點香港的口味 因為我始終都是香港長大的 他也吃不到這麼甜 他就說這個餅其實好吃的 但其他味道實在太甜了 如果你也有興趣買的話 就跟我們買這個Dark Hazelnut這個味道 然後這兩包軟糖的樣子這麼有趣 就是買給我的小姐 聽說在澳洲也好 做手信也好 都是非常受歡迎的品牌 澳洲人本身都很喜歡吃的 它上面都寫明了 沒有任何人造的色素 還有沒有任何人造的味道 在裡面 都是很天然的一些軟糖 好像是說有高達 不知道多少的果汁在裡面 好了 我們說了一大堆零食 我們現在說一些健康一點的東西 在澳洲其實都很出名 一些Nuts 有空用來零食 吃幾粒杏仁都對自己的身體 是很有益的 所以就買了一盤 然後就買了這個燕麥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裡面 是獨立包裝的 總共有12包 我朋友說一包再加奶 然後放進微波爐那裡 就吃得了 不需要煮的 它的味道就是這個Creme Honey 其實他說這個系列最好吃的味道就是這個味道 所以我也跟他買了 然後來到澳洲其實很多人都喜歡買這個牌子的茶葉 但是很多地方香港都買到 來到我就竟然看到這一種 這個味道就叫做Australian Afternoon 然後有些袋鼠的圖案 它裡面是有100包茶包 我覺得這個做手信都蠻特別 還有這個牌子的茶也有質量的保證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手信不錯之選的 如果有些朋友喜歡喝茶的話 不妨買來試試看 然後我就買了這兩瓶 超重的玻璃瓶 就是一些煮意粉的醬 這一款它是說有芝士 還有一些忌廉番茄的 它不只是紅玻璃 它是一點點Creme Honey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還有有芝士 買這些的一紅一白 白汁我買了這個裡面 有菠菜和蒜蓉的一個白汁 是這個樣子的 一樣上面寫著沒有人造色素 那些什麼香料和防腐劑 它一寫這些字 我就真的很想全部東西都掃下來 現在個個都有手信了 差誰? 當然是Chopper 所以我買了很多狗狗的零食 是給Chopper和朋友的 然後就有些搞笑類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養生 很喜歡喝薑茶 但是入境澳洲有很多食物都不能帶 我是不敢帶薑茶 一塊薑那些我肯定不能帶進來的 所以來到澳洲 我去了買一塊薑 超貴的 你知道嗎? 我這裡用了一半左右 15元港幣 這麼小的薑 但是因為在這裡要吃很多生辣食物 沒有理由來到這裡不吃生蠔 沒有理由不吃海鮮 所以我也是穩陣起見 為自己健康著想 我買了一塊薑 每天在我家煮薑茶 我媽媽帶了一個煲水壺過來 我就喝薑水 另外就買了這一瓶 這一瓶是超級重的 它是清潔廚房、廁所、瓷磚、髒的東西 我也是上網看到有人說這個很好用 它又不貴 都是約二十多三十元左右 就打算買回香港試一下 我現在走超市 好像是主婦一樣 不只是買薯片、糖 其實家庭用品我開始入手了 以上這一堆 就是我在澳洲認識你 超級市場入手的東西 有很多都是在地人推薦的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希望大家如果以澳洲 都可以用這條影片參考 看看自己買什麼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錄兩條影片 逢星期六假週三 以及星期日假週三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